Hello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雷萌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Banner主標題或是海報標題文字設計的製作方法與技巧 今天透過3D突出與斜角設定讓你的文字立體化之後 再進行質感繪紙 現在還沒有訂閱的話呢 請幫我按右下角這邊訂閱加小鈴鐺 我們一起來研究如何製作高質感的標題字 首先我們先分析一下我們製作的標題字 第一個呢 我們自有做了突出與斜角的立體化 文字面積色是填黑 外框是填上 帶有漸層外框筆畫 再來後面的背景有上了水泥質感的點證圖照片 質感的話要特別記得喔 我們的點證圖能夠做出高品質質感的效果 它蠻適合直接鋪在我們海報的背景 那這樣你就可以省去製作背景的時間了 而且質感又蠻逼真喔 這樣質感提高 而且畫面又感覺很寫實 就是把高品質的照片放在後面 再加上我們所做的立體字 那這樣整個海報質感會變得非常好 那再來看到下面這裡 這邊的文字我使用是一組字好了之後幫它群組 群組之後按Alt鍵拷貝往上一個黑色 再往下拉拷貝一個白色 戳開的方式 那這樣我在縮小看的時候呢 它會覺得其實就像是一個字達奧在那邊的效果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製作過程 第一個呢 我們要去拍一個水泥牆的照片 有些水泥像清水膜那一種可以拍 或是你看到蠻特殊的那個質感 你都可以把它拍攝下來 存著以後你就會在製作海報上的可能可以應用得上 再來就是我們輸入文字 好 輸入文字之後呢 我們必須幫它按右鍵建立外框 建立外框之後呢 再按右鍵 再解散群組 把它整個拆開 拆開之後呢 把字旋起來 旋起來之後 幫它進行複合路徑製作 好 做個複路徑 做完複合路徑之後呢 我們再來進行效果3D 突出一些角 我這邊有數值 我設的第一個是34 再來是0 再來這邊是0 50pt 沒問題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表面 塑膠這裡按下更多選項 我在鍵面結束呢 設定了100 那我們就可以來按下確定囉 它現在已經產生一個立體字的效果 我們的立體字效果呢 要來進行擴充外觀 所以呢 幫它按下 點著我們的立體字 按下物件裡面的擴充外觀 拆開之後按右鍵 解散群組 再按右鍵 解散群組 再按右鍵 解散群組 這解散群組的目的是為了把文字拆碎 獲得它只有表面這一塊 像這樣可以拿起來 我只要取上面這個跟下面要分開的 好 我們都拆碎之後呢 把文字選起來 上面這邊的字都選起來 在選取的時候可以先點一個 再按住SHIP鍵再加選 按住SHIP鍵可以加選 這個要記得 加選之後呢 按下物件裡面的 複合路徑Ctrl加8 進行個複合路徑 分散的字母 透過複合路徑 幫它視為單一物件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路徑管理員的製作 下面呢 會有很多碎片 像這個東西都是碎片 這邊有一片有沒有 它都碎開的 這個碎開的一片呢 我們必須點 然後按住SHIP鍵加選 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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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選起來 找到我們的視窗路徑管理員 找到路徑管理員之後 幫它進行形狀模式裡面的連擊組起來 幫它進行組起來 按連擊 組起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填色這樣一塊 像這個沒選到 點SHIP鍵按著加選 再按連擊 SHIP鍵按著加選 再按連擊 這邊選 SHIP鍵按著加選 按下連擊 這樣這一片呢 我們就選起來了 對不對 好 這一片就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換其他的 再製作一下 我們這需要花點心思 它的下面這個厚度的地方 透過選取 再幫它進行路徑管理員裡面的連擊 這邊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每一個每一個都已經透過連擊組好之後 我們在單點之後 點選視窗裡面的漸層 打開漸層面板 漸層面板打開之後 你可以幫它填個漸層 然後再透過工具箱上面的漸層工具去調整 去調整 好 點物件 然後再點漸層 然後這邊再點漸層工具 你會看到一個拉棒 有些時候呢 你拉棒可能沒有出現 或者是填漸層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欸 這邊怎麼 好像填漸層都沒有效果 一個原因 你可能把外框筆畫調上來 你必須把面積填色調上來 點一下 你才可以進行調整漸層 但是有時候你這拉棒就不見了 那不見怎麼辦 它就在這地方 這邊隱藏漸層註結者 代表是說 我只要按下去之後 我這拉棒會消失 已經按了 顯示漸層註結者 所以它已經出來 那如果 秀出來之後 它就會寫著隱藏 所以你按隱藏就會不見 然後就按一下 顯示漸層註結者 它就會跑出拉棒 所以 如果你今天在調漸層的時候發現 你這拉棒怎麼不見 請你從顯示漸層註結者這邊進行開啟 那我們現在再來 我們要把字母每一個立體的地方 通通幫它填上漸層 這都要上 全部都要上 包含這裡都要上 全部上完漸層之後 我們上面的字母 做了Ctrl加8的復活路律鏡之後 幫它進行填上金屬色的漸層 那金屬色漸層 現在看到我們上面進行Ctrl加8的字母 我有幫它填了金屬色的漸層 那它可以使用漸層裡面這邊的金屬色的漸層來做水平的漸層 那我們在做線性水平漸層的時候是由上往下拉 那我中間是淺色其他上下是深色的金屬色 那關於這個金屬色的配置 我們在下方這個立體的地方已經進行完漸層之後 包含這個厚度都填完漸層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設定的就是它的面積要來填上顏色 那我們剛才看到示範的這一張是填上黑色 填上黑色再加上漸層的外框 那漸層的外框要怎麼組 就像這樣 我們上面這個字已經填上了黑色 然後又做了複合路徑嘛 對不對 做了複合路徑之後 現在再將它新增一個外框 那外框呢 幫它填這個漸層 點一下 填完之後呢 再幫它加出才開始到 這樣就有漸層的外框了 那有漸層的外框之後 再幫它按Ord鍵 拷貝一個放到上面去 右鍵 排列順序移到最前 那就獲得像這樣的文字效果 那這樣的文字效果之後 我們來幫它加個印子 那這樣的文字效果之後 我們來幫它加個印子 製作印影 勾預示 看一下效果 好 有在下面的嘛 按下確定 接下來再幫它按一下 物件裡面的擴充外觀 按一下 再按右鍵 解散君主 那這影子呢 就可以隨意的調整 按右鍵 排列順序移到最後 我習慣就是把它拉到旁邊製作 然後確定都沒破壞到原本的圖 然後再把影子拉過來使用 當然有些人會直接按右鍵 就直接做影子 透過這個方式呢 可以再調整 那這是個人習慣 如果你覺得直接在上面做沒問題 那就沒問題囉 好 那現在再把它選起來 Ctrl加G Ctrl加G之後呢 按Auto鍵 拷貝一個 那你這樣就放上來 這樣放上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打上你要打的一些文字 那基本上 整張做完就像這樣的效果 那當然囉 如果你的面積填色不是要填黑色的話 你可以填漸層色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就按右鍵 解散君主 再按右鍵 解散君主 這個呢 可以點面積色上來 然後填上漸層 可以了吧 這個概念也是嘛 好 進行個旋轉 就像這樣的效果 好 填上漸層 好 或者你把它更改一下 在漸層面板 那這樣嘛 這也是嘛 漸層效果 所以呢 我們在變化上呢 可以在這面積填色 著墨 好 說是要填漸層色 或是做什麼其他質感的話 我們都可以塞進來 好 塞進來製作 好的 我們現在這邊呢 3D立體字的效果 水泥牆壁上面的立體字的效果 這樣就做好了 水泥質感這個 請務必呢 幫它填在 我們做文字的下一個圖層 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我們 方便進行開關眼睛 就可以知道 如果有放質感跟沒放質感的效果 那這個分層管理呢 非常重要 大家在製作上呢 再特別小心的幫它放上來 看到這邊呢 相信你對學習平面設計呢 蠻感興趣的 喜歡今天的主題呢 請給我影片按讚和分享 再請訂閱雷蒙子這個頻道 並且按下右下角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在平面設計學習路上呢 不會孤單 歡迎一起成長的朋友 Banner 主標題 文字設計 趕快動手 試試看吧 掰掰 掰掰